明年見老師 新年快樂 我不知道耶 可是我如果一個人在金門 孤單的跨年 我很可憐 李維也說是李維 老師 李維一票喔 有啦 幾票應該都有 跨年不是都沒金票嗎 有啦 但我爸爸 不是都會寫右吧 李維一票 來 看著寫看著寫 上課比較重要 先把這個東西講清楚 同學在這個平面上有一條直線 寫成一般是 X加VY加C講0 這樣可以嗎 我照課本的內容去講 課本真的好重要 然後同學你仔細看 等一下 為什麼有人打給我 我現在做一件事情喔 同學我把這條直線平移 讓這條直線通過什麼點 通過圓點 所以現在我要把這條直線平行移動 讓它通過圓點 這樣有平移嗎 平行移動 讓這條直線通過圓點 OK 好 那我現在要問同學 一件很基本的事情喔 同學我問你喔 我平移這條直線啊 有沒有改變它的傾斜程度 沒有 所以它SY的係數會不會改變 不會改變 對不對 因為如果SY係數改變的話 斜率就會跟著變 傾斜程度就會改變 所以我現在把這條直線平移 讓它通過什麼點 讓它通過圓點的話 原則上它的SY係數不會變 所以這一條直線應該叫做 A倍的X 再加上B倍的Y 可是同學你要注意喔 現在這條直線是通過圓點 簡單來講 00這個點如果帶進去 應該要成立對不對 簡單來說同學 請問當它通過圓點的時候 這個C會等多少 C是0啊 所以這條直線叫 AS加BY等於0 你懂嗎 這個時候你的C是0 這樣OK嗎 我讓它通過圓點 這樣好不好 阿里蘇老師 你讓它通過圓點 你到底想幹嘛 我想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要在這條直線上找到一個點 我們可以找哪一個點呢 來 同學請看喔 如果我X座標找B的話 X座標如果找B 你覺得我Y座標要找誰 才能夠讓這個點在這條直線上 我現在問你這件事情 因為課本也是這樣教的 S座標如果找B 那請問Y座標要找誰 才能夠讓AS加BY等於0 才能夠讓這個點在直線上 X座標要找V Y要找誰 我應該要找A喔 X如果找V Y找A 那會得到AB加AB AB加AB會是0嗎 不會吧 要找誰 對 應該要找Va 同學你好聰明喔 來 寫上去 應該要找Va對不對 然後這裡你仔細看喔 以這個圓點當作起點 以這個點當作終點 同學我們是不是可以畫出一個向亮 你有看到這一個項量嗎 我現在問同學一件事情 同學這個項量其實就是這條直線的什麼項量 方向項量 因為它對這條直線是平行的對不對 然後我跟同學講一件事喔 跟直線平行的項量叫方向項量 那麼請問跟直線垂直的項量 昨天我給我介紹這一個新同學 來跟直線垂直的項量 我們稱為叫什麼項量 叫做法項量 法項量我們通常用N來表示對不對 好 那請你告訴我 當你知道方向項量 方向項量我們一般來講用的代號是誰 用的代號叫做VE對不對 對嘛 方向項量我們用的代號是VE 法項量用的代號是N 我現在問同學一件事情喔 方向項量叫做VE-VA 那你告訴我法項量是誰 這兩個項量是垂直 所以我給你其中一個 你應該可以很快告訴我另外一個 把這兩個怎麼樣 對調 其中一個怎麼樣 加附號 所以你把這兩個對調 其中一個加附號 你有沒有發現 法項量其實我們可以找誰 叫做AB 對不對 AB就是我們的一個法項量 注意喔 法項量有很多 我只是找出其中一個而已 然後從這個地方去觀察 你會觀察到一個非常驚人的事實 什麼驚人的事實 同學你有沒有注意到 這一條直線的法項量 仔細看喔 另外這兩條線是平行線 所以這個法項量 它也是這條線的法項量 它的法項量叫做AB 有沒有觀察到 剛好是這條直線SY的什麼 係數 太神奇了 這件事情真的太神奇了 原來一條直線 它SY的係數 其實就可以當它的法項量 這件事情你懂嗎 用這個圖形就可以說明一切 其實這件事情可以證明 但是課本其實它也沒有證 它只是畫個圖 然後告訴你說 喔從這個地方我們就觀察 原來一條直線SY的係數 就是它的一個法項量 來這件事情非常重要 這是個非常有名的定理 來我們把這個定理寫在旁邊 我也不會證明 我不打算證明 但是我們可以知道這個定理它是對的 來把這個定理寫在 筆記本空白的地方 或者課本空白的地方也可以 這個定理是怎麼說呢 如果有一條直線L 它叫做A倍的X加V倍的Y 再加上C等於0 對不對 來 折 來 這個向量 就是AB AB這個向量 它就是L的一個法項量 OK 對 這是一個非常著名的定理 這個定理你把它寫上去之後 我們用一個可愛的框框把它框起來好不好 欸 我要把它框起來喔 嗯 嗯 登登登登登登登 這樣 來 這個寫上去喔 這是一個重要的定理喔 可以嗎? 用圖形就可以看得出來這件事 這個定理我們文組也不證明 但是同學你可以接受這個定理的結構嗎 你看剛才這個圖就看得出來 這個AV就是這條直線的一個髮向量 你知道為什麼我講一個髮向量嗎 髮向量有幾個你告訴我 無限多個 因為它有兩個不同的方向對不對 但是髮向量可以伸縮 所以其實髮向量有無限多個 那接下來這邊我要講一個重要的題目 這個題目說重要也重要 說不重要好像也還好 來這個題目我們給他一個讚喔 我們慢慢教幫同學把觀念講清楚 來我們給他一個讚 如果我今天給你一條直線 這條直線的方式是叫做2x-y加3 我給你一條直線叫做2x-y加3改為0 那麼你可不可以幫我寫出 它的髮向量長什麼樣子 則它的髮向量 它的髮向量 喂 OK 來這邊 畫一個底線喔 這是個小小的問題 我要你找它的髮向量嗎 慢慢教 看一下這個題目 欸我現在形式有歪歪的嗎 沒有 欸有啊 還是有點歪歪的 這裡就有張 嗯沒有關係喔 有差嗎 看得到就好啊 對不對 好那我要徵求一位勇者啊 29號在哪裡 今天是12月29 還有我們嘉玲 來嘉玲我問你喔 這條直線叫做2s-y加3改為0 你知道它的髮向量是誰嗎 2-1對不對 好 但是同學我給你講喔 嘉玲其實講對一半而已 你知道為什麼嗎 你說老師為什麼講對一半 剛才你不是說嗎 這條直線你找它sy的係數 就是它的一個髮向量 同學我今天不是要一個髮向量 我要你用一個數學式子 把它所有的髮向量都寫出來 你聽得我意思嗎 他剛才講對了 2-1是它的一個髮向量 可是你知道嗎 同學2-1是它的一個髮向量 那請問你 如果我把這個向量把它伸縮 讓它變成4-2 請問你4-2是不是它的一個髮向量 也是啊 我只是讓它變長而已嗎 可以換方向 比如說請問-2-1是不是它的一個髮向量 也是啊 所以髮向量你根本就寫不完的對不對 你可以讓它變長也可以讓它變短 也可以成一個符號給它 可是我現在要的是什麼 你能不能用一個數學式子 把它全部的髮向量寫出來 我不是要一個而已 我要的是全部 好剛才29號答得很好 現在我要問19號 我們會請 會請你告訴我 它全部的髮向量要怎麼寫 剛才同學已經講出一個 他說髮向量是誰 2-1 2-1是其中一個 對不對 然後如果今天我要求全部的髮向量 你覺得要怎麼寫比較好 2x2-1 2x 就是 有個式子然後再進去 有個式子然後再進去 我好像大概知道它的意思 他應該是懂 然後我找一個可以把話講得在更清楚一點的同學 來 九號在哪裡 九號 誒程如我問你 你會怎麼寫 你說把這個式子怎麼樣 乘x 是不是 你說什麼 誰乘x 算式 看幾個x跟y 其實我不太懂的名字 我再問一個 9加2 11號在哪裡 哪有 故意的 這個9加2就11啊 為什麼不能加2 今天29號 怎麼寫 2-x-y x等伏2 我要寫的是全部的法相量 這個是法相量 這個也是法相量 這個也是法相量 法相量無限多個喔 所以我要寫全部的法相量要怎麼寫 知道怎麼會嗎 知道怎麼寫嗎 不知道 來 那21號在哪裡 21號在哪裡 來 下坡的怎麼寫 知道 就是你只要把這個東西做伸縮 這個東西要做伸縮 你只要把它怎麼樣就好 你要把它做伸縮啊 你只要把它怎麼樣就好 對 乘上誰 乘上一個係數啊 比如說你就乘上一個t啊 對不對 你就乘上一個t就好啊 對不對 你就要乘上一個t就好 可是同學 我跟你講 你乘上一個t之後 你要告訴人家t是誰 同學 你告訴我t是什麼數 時數 好 所以來 你就這邊逗號 你就寫t是一個什麼數 t是一個時數 但是這樣寫還不是100分喔 同學 還有什麼細節要注意到 t要怎麼樣 t要怎麼樣 要怎麼樣 欸 溫馨子 t要怎麼樣 欸 不等於0 欸 很好 來 t不等於0 欸 你知道為什麼t不能等於0嗎 欸 t等於0會發生什麼事情 都是0 t等於0會變成0相量嘛 同學 0相量有沒有方向 0相量沒有方向 有些書本說0相量沒有方向 那既然0相量沒有方向 它怎麼可以用來當法相量 你聽懂這個概念嗎 所以t等於0這個情況要把它變得不掉 OK 來 這樣講有清楚齁 欸 這樣會不會 老師 是 有看到上面有東西 有 上面有什麼 一張一張的 一張一張的 你是說這個嗎 對 喔 心眼心鏡像 喔 這個學測70幾分以上 這留子您 幫我還怕情字 那留子您啊 他還有一個 希望2018我能瘦到50公斤 哇 哇這個瘦50公斤 瘦到50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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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張栊 提點 17張 第一張 91011 我要成為金門王 金門王 這個為個爛 爛的不業 哇 你們翻好用心齁 還寫這個東西 不是真的是 來 這裡寫一個題目 來 這個題目 同學給他兩個讚 這個 我要來問同學喔 來 我們一起看 我這邊設計一個題目 我這裡寫一條直線 不過這條直線我要寫成另外一個同學平常比較不熟悉的樣子 你猜我要把這條直線寫成什麼事啊 這個叫什麼事 對 這個叫參數是3加幾P 比如說3加4P 然後這邊是2減3P 來 然後這個P是一個什麼數 這個P是一個實數 來 你先把這個參數式把它寫上去喔 然後等一下 我要問幾個問題啊 這幾個問題 你最好都要回答喔 因為這個都是蠻基本的概念題喔 來 第一個 第一個問題 我要問你 他的方向向量是誰 來 第二個問題 我要問你 他的法向量是誰 好 別不要生氣聊天 來 第三個問題 寫中文好了 來 我要問你 這一條直線的寫率是多少 寫中文 來 寫中文 寫代號有限可能看不懂 來 寫率 然後第一次個問題 第一次個問題 第一次個問題 不要寫那麼小 第一次個問題寫在上面好了 第一次個問題 第一次個問題 如果要把它寫成一般式 好 有幾種方法 OKOK 來 把這個題目寫上去喔 等你啊 你們今天最辛苦就這堂課嘛 上完就結束了對不對 YES 就解脫了嘛 YES 對不對 你們每次不都這樣講嗎 剛才是11號對不對 21號也叫了 31號沒有 那你們不應該沒有31號 那就1號 1號 1號在哪 來 我問你喔 真如嘛 來 我問你一件事情 這條直線寫成參數是不是 你可不可以給我這條直線的一個方向向量 注意是一個喔 因為方向向量有無限多個 我只要一個 那一個最簡單的在哪裡 方向向量看誰 直線的方向向量 我寫成參數式了 這叫參數式 方向向量是誰 不用七音講喔 我聽得到 方向向量是誰 四負三 沒錯 就是這個D前面的C數碼 同學這個要會喔 不要忘記喔 這個是方向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參數是已經交完了 來 然後同學再下一個 哈囉 再下一個來 我問二開頭的 來 二號在哪裡 二號來 子晴 我問你喔 他的一個方向向量叫做四負三 那你告訴我 他的一個法向量是誰 方向向量給你怎麼得到法向量 只要把他們兩個人怎麼樣 交換 我在問二號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交換 人家都還沒講 你就搶個回答 交換 然後其中一個怎麼樣 變號就好了嗎 好 那這題算你的擴大 來這題 這一個 法向量叫三四對不對 好 然後再來 來 那我問子晴好了 來 子晴 那我問你那邪律 邪律 我跟你講 有方向向亮 要能夠看出髮向亮 也要能夠馬上看出邪律 這三個東西你不能在那邊想老半天說 欸 誰是誰 你要馬上能夠互相切換 大概在三秒鐘之內 看到一個要知道其他兩個 來 那我可不可以問你邪律是多少 邪律 邪律 邪律是多少 欸 那我問你啊 邪律其實是要看方向向亮 還是髮向亮 是看方向向亮啊 這個4是誰 你知道嗎 這個4 你會講慢一點喔 這個4就是我們以前的那個誰 Δx啊 這個-3就是我們以前的誰 這Δy啊 因為向亮就是一個移動的指令嘛 對不對 那我問你 邪律是Δy除以Δx 所以你告訴我的邪律是多少 沒錯 同學 邪律是多少 4分之3 就是4分之-3的意思 來 同學 我跟你講 給你一個 你要能夠馬上看出其他兩個 這一件事很重要 非常重要 重要到不行 請你注意喔 你不能再想很久 當你 譬如說 題目如果告訴你邪律 你要馬上看出它的方向向亮跟髮向亮 給你髮向亮 你要馬上能夠知道方向向亮跟邪律 給一個要很快知道其他兩個 這一件事情非常重要 如果你缺乏這方面的訓練 你在解題上可能會卡卡的 這樣懂嗎 然後接下來 同學 我要問一個 其實你應該很熟的問題喔 來 第四個問題 怎麼樣把這條直線寫成一般式呢? 所謂的一般式是什麼意思? 就是ax 加上什麼? v倍的y 再加上c 等於你 我跟你說 要把它畫成一般式 你現在應該要會三種不同的做法 我現在不是只要會做而已喔 我是要告訴你 你有幾種不同的考慮方式 請問你要把它這個東西畫成一般式 把它寫成一般式的話 你有三種不同做法 第一個 做法應該是簡單的 我們上課有講過 剛才問二號 來 現在十二號 十二號在哪裡? 來 怎麼做? 怎麼把參數式畫成一般式? 對 把t 消掉 來 同學 第一個方法寫上去 第一個方法 把誰消掉? 用加減消去法 把t 消掉 非常好 對不對? 把t 消掉就好了 加減消去法 比如說把上面這個乘3倍 下面這個乘4倍 把它加起來 t 消掉 sy 的關係式就出來了 上一張平時考是不是就考上 這個你知道嗎? 就有人畫成一般式再去解連例嗎? 然後來 第二個方法 來 誰可以告訴我? 剛才是十二號 現在 二十二號在哪裡? 來 二十二號是誰? 來 夜童小姐 來 夜童小姐 來 怎麼會夜童? 來 第二個方法是說之前交通 什麼事? 點斜式對不對? 點在哪裡?你告訴我 點在哪裡? 3 2 同學來 注意喔 點斜式這邊是不是有個定點? 這個點是不是在這一條直線上? 注意喔 這個是參數式嘛 然後它這個前面是定點 後面是方向 所以點已經有了 那我問你 點斜式除了點之外 還要知道什麼? 斜率 斜率你知道喔 點你也知道喔 所以寫點斜式會不會有困難? 不會有困難? 點斜式怎麼寫? Y減多少? 大家一起講嘛 Y減多少? Y減2 會等於斜率叫做負的什麼? 4分之3 再乘上 X減多少? X減3對不對? 你說老師 人家用的是一般式 你寫點斜式幹嘛? 你把它打開就好 打開整理一下就得到一般式 這樣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但是我跟你講喔 真正的高手是用第三招 來 接下來第三個方法 這個特別重要 前面給他一顆星號 這一招你一定要學起來 如果你解題速度要快的話 一定要把這一招學起來 有沒有同學知道第三招是什麼? 有 誰知道? 紅少蠢 紅少蠢 來 那紅少蠢你跟我講 不知道 不知道又愛講 開玩笑 同學這個第三招是什麼 你知道嗎? 你看看 好 你看看 跟我剛才教的東西有關喔 跟我剛才黑板上現在寫的東西 就有關係喔 法項量 法項量 哎呦 乞乞乞乞乞乞 來這裡 你把這個法項量封起來 我跟你講 第三招就是看他的法項量 來 我跟你講 第三招就是看他的法項量 為什麼呢? 來 請你看到我剛才這邊喔 同學 如果你知道他的法項量叫做AB 那是不是代表這條直線就叫AX加BY S跟Y的係數你根本就已經掌握了嘛 對不對? 所以同學我問你 你現在知道他的法項量叫做34 所以這一條直線一定會長什麼樣子? 對 叫做3什麼? 叫做3X加幾Y? 加上10倍的Y 然後你說老師我不知道後面那個東西是誰 沒關係 令他叫做K就好 這樣可不可以 他的法項量叫34 代表這條直線叫3連磁加4Y等於K 那你說老師 K 他K怎麼算? 很簡單 K怎麼算? 同學 這裡有沒有看到一個點? 這個點有沒有在這條直線上? 有 你把這個點怎麼樣? 帶進去啊 你把這個點你就帶入哪一個點? 帶入哪一個點? 帶入32這個點 來 32這個點帶進去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你的K算出來是多少? 339 128 9加8K等於多少? 17 所以這條直線叫做3X加上幾Y? 加上4倍的Y等於多少? 等於17 我告訴你這樣做是最快的 如果要我把參數式寫成一般式的話 我個人覺得這樣做比較快 當然每個人想法不同 可能你覺得你的方法比較快也不一定 好不好? 來參考一下這樣可以吧? 我是這樣做 來想想看有沒有什麼問題 想一下這樣好不好? 來講到目前為止有沒有問題啊? 有沒有困難? 沒有困難 沒有困難欸 好累喔 很累 累什麼啦? 不行 要跨年了 要跨年了很棒啊 也還要上 當然還要上啊 不然很棒 那我再來講一個東西好不好 我下一個主題 來這個主題 我開一個頭 來同於這個主題 接下來我們要來看一個東西喔 叫做直線的夾角 沒關係我下禮拜二我回來 還有的上 來 快點快點 來我要講直線的夾角 來 這個挺重要的啊 好 來這個主題給他三個讚喔 來這個主題給他三個讚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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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